各位朋友你们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和我一起来继续学习RX9音频修复软件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去除风声的效果器 风声为什么要去除 其实并不是为了去除风声 而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采访的时候 在户外采访 外面有风对吧 然后我们这个人一边讲话 风一边传进来 它会严重的阻碍我们声音的清晰度 很可能就听不清人声了 今天我举的这个案例 就是纯粹哪一个风声来给大家去看看 这个效果器对风的频率的去除 是不是特别的优秀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案例 我们可以看到 像这种类似于这种风的声音 基本上都是在低频 1000赫兹以下 它的能量比较足 这时候我们选择有风声的地方 然后点击 然后跳出来窗口 这个reduction 大家都知道去除强度 然后cross fraction 就是风声和正常声音交集的频率点是在哪个地方 刚才我也说了是在1000赫兹左右 对吧 它最强的频率点都是在1000赫兹 那我们这个就没必要去动 下面这个呢 属于处理的强度 它这个处理强度和我们这个去除的强度是两个概念 就算作是运算 处理强度越强 它的运算的时间就越长 这就看你的电脑的配置 正常情况下 如果你要去的效果特别好的话 那你就把它打最大 然后这个把它打最大 当然打得这么极端 可能如果你这个里面有人声在讲话 可能多多少少也会去除掉一些人声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呢 我们在去的时候 特别是你在用这个效果器的时候 一定要反复的去调这些数值 下面这个就顺滑度 越顺滑嘛 那它过度就越自然 去除的这个感觉就不会那么明显 同时呢 就会减轻我们去除的这些量 具体的你调到哪个参数 你可以不停的去听 这样的去试听 好 我们先看一看 经过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处理以后 这个原来的风声会变成什么样 现在低频基本上没有了 全是高频的撒撒的声音了 我们再把强度打到最大 去除也打得最大 动画度打最小 大概就这个样子 这个不仅仅去去除这个风声 它可以结合着我们上面几期说的那些喷麦的那种去除软件 做最后的一个修补工作 把低频取得再干净一些 一般的像这种喷麦或者风声影响到我们听感的都是低频 好 这期视频就讲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我们下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